- 出發的故事 - 出發的故事 - 出發的故事 好 那我們就從上一個地方開始囉 - 呃 咳 - 我只是想提醒你馬上就要上課了 好 前情提要 上一次我們剛好在遇到了新的一個角色 暗黑系角色 相悅 然後相悅看到我們就落跑了 還詛咒我們去死 結果我們回頭路上 我們親愛的嘉品就把人家的便當給撿回來 所以 我們相信我們可以用一個便當再次換得相悅的見面權 - 那你還真是用心良苦啊 小型同志 - 少說兩句話也不死你 - 這兩個人還真的是 - 多謝 - 哼 - 我覺得我對這個屁孩小型已經開始有一點點的改觀啦 - 這小子就是嘴巴壞了一點 - 可是人還不錯啦 - 可是人還不錯啦 - 還過得去 - 好奇怪啊 - 上課鈴都已經打過有十分鐘了吧 - 南宮老師怎麼還沒來 - 誰知道 - 可能是遲到 - 也可能是忘了排班表 - 哇 - 第一堂課就遲到 - 這老師也太牛逼了 - 呵呵呵 - 太牛逼了 - 這麼久還沒來 - 的確有些說不過去 - 難道 - 難道 - 那個 - 那個 - 技術逃動學生的瞬間 - 好像看到了 - 教務裡的 - 南宮老師 - 不過 - 我覺得可能是我的錯覺吧 - 老智學長 - 花西 - 啊 - 怎麼了怎麼了 - 嗨 - 什麼事 - 我在問你 - 知不知道這裡面有沒有黑幕 - 比如 - 野黑風高音 - 殺人夜 - 我什麼都不知道 - 哼 - 我還以為你們兩個有一腿的 - 有一腿也不會告訴你啊 - 這八广女 - 啊 - 你的腦內世界和現實 - 差距太大 - 呵呵呵 - 不過這麼晚沒來 - 的確讓人有些擔心 - 我去找找看吧 - 看吧 紀元 - 我說什麼來著 - 算了 - 隨你怎麼想 - 我要睡覺 - 欸 - 這個人是 - 剛走出教室就一面撞上了似乎正準備進我們教室的人 - 定睛一看竟然是昨天中午擦身而過的十二隻 - 這 這傢伙 - 雙序是誰 - 你是班長嗎 - 雙序是誰 - 雙序 - 雙序 - 雙序 - 開口就質問我的態度和文獻中記載的 - 死板印象完全天合了起來 - 啊 - 這小子 - 不是 - 這小子 - 不是 - 不是你還處在這兒幹什麼 - 我正好要通證你們班班主任的事情 - 我 - 我 - 我不是班長愛找你了 - 嗯 - 好 - 兄屁啊 - 嗨安 - Lucky - 從後門偷偷溜出去的我 - 現在正從大門大搖大擺的走進來 - 難免不被班你的同學偷有異樣的眼目光 - 怎麼回來了 - 我 - 我不能回來嗎 - 我而且還是被趕回來的 - 肯定是被抓包了吧 - 哼 - 安靜 - 都給我安靜 - 你胸屁啊 - 你又不懂班的 - 剛坐到座位上 - 醫生怒嚇 - 差點讓我心臟又驚得跳起來 - 男工老師身體抱恙 - 這節課自習 - 為什麼是你來講啊 - 他說 - 抱恙 - 這都什麼年代了用這個詞 - 哈哈哈哈 - 他說他是誰啊 - 怎麼學校有這麼帥氣的男生 - 好像有又好像沒有 - 記不清了 - 這是誰啊 - 這個金髮男是誰啊 - 安靜 - 自習也是課 - 都自覺一點 - 都自覺一點 - 你管啊 - 生氣 - 你又不是我們班的 - 你胸屁啊 - 對咩 - 隨便進別人班 - 不太好吧 - 你不知道班級就是一個地盤領域嗎 - 蛤 - 我是學生會紀檢部的部長 - 應老師的要求來這裡下達通知 - 有什麼不滿或是疑問嗎 - 學生會紀檢部是什麼意思啊 - 風紀嗎 - 啊 - 還真的是死板本人 - 學生會 - 你不會是冒充的吧 - 我昨天放學前 - 可是去過學生會辦公室的 - 怎麼不記得有你這號人物在啊 - 男生B - 嗆他 - 快嗆他 - 喂 - 你說話那麼醜 - 萬一真是學生會的 - 不可能 - 昨天我過去的時候 - 可是學生會集體會議 - 根本就沒見到過他 - 不知道是不是腦子有病 - 竟然來我們班說 - 自己是學生會的人 - 呵呵呵 - 被當黨抓包了吧你 - 你這金毛的拿來的啊 - 對呀這金毛的好酥啊 - 真夠膽 - 敢說雙絮腦子有病 - 呵呵呵 - 小心 - 這樣 - 男生B - 你 - 剛才說我腦子有病是嗎 - 他不微笑咧 - 各位同學們 - 這種 - 開始微笑的角色 - 就是準備要黑化了 - 是要怎麼樣 - 不對 - 誰是男生B啊 - 哈哈哈哈 - 被NPC吐槽了 - 看來 - 你是需要好好調教 - 是S - 機械部長 - 我有話要問 - 趕快 - 趕快女主角趕快救人了 - 會要黑化了 - 原本在想小型化中的意思 - 但在看到雙絮手中若隱若現的鞭子 - 等一下 - 鞭子 - 為什麼有鞭子 - 為什麼有鞭子 - 我立刻打算了他接下來的話 - 成功吸引到了他的注意 - 哪一個人告訴我 - 誰會帶鞭子來學校啊 - 什麼事 - 方便移動到教室外面嗎 - 我想單獨和你談談 - 咱們倆私下talktalk - 你們都給我安靜上自習 - 至於我是不是真的技檢部長 - 大可去詢問學生會的會長 - 好了 - 找我什麼事 - 你剛才是不是有點太衝動了 - 那個同學啊 - 鞭子呢是要在自家沒人的時候 - 再好好對著你要調教的對象使用的啊 - 那個在大領廣度之下使用鞭子的話 - 姐姐覺得不太妥當啊 - 您覺得這話有沒有道理啊 - 衝動 - 我只是公事公辦而已 - 何來的衝動 - 你鞭子都要抽出來了 - 公事公辦在哪裡啊 - 就是說嘛 - 她夢想當尋獸師所以太鞭子 - 哼 注意到了 - 欸 這什麼 - 不過對待不接受管教的人 - 就是需要給他們點教訓 - 她這個例會也太奇怪了吧 - 為什麼是這樣子有點駝背啊 - 好吧 - 雖然我承認身為十二隻的你們 - 就算搞出再大的動靜 - 也能因為自身的特性而把事情平復下去 - 但我覺得你還是應該收斂一下 - 嘿 - 啊 這麼說起來 - 花稀是不是曾經講過說 - 十二隻在人類之中的印象是很平淡的 - 是不是 - 好像有這麼一回事 - 所以就算 - 也就是說 - 就算他真的有在學生會裡面 - 那個同學可能看過一次就忘記了 - 是這個意思嗎 - Alright - 好吧 - 就接受了吧 - 花家的人 - 什麼時候開始講理了 - 花家的人 - 為什麼他們講花家的時候 - 就連花木蘭裡面也是講花家的人 - 哼 - 算了 - 我有需要問你 - 花家的我有需要問你 - 蛤 - 給我重拾招來 - 一開始說不就好了 - 浪費時間 - 我 - 開場白你懂不懂 - 開場白 - 雖然一開始就知道十二隻當大部分的性格都很惡劣 - 但雙細這種態度實在讓人太火大了 - 我忍 - 呵呵呵 - 姐姐我不跟你計較 - 南光老師現在在哪 - 義武士 - 謝了 - 我這就去找我家阿娜達 - 才會不跟你浪費這時間啊 - 才會不跟你浪費這時間啊 - 這是...這立會真的是... - 好奇怪喔 - 臭著一張臉還道謝 - 畫家的人也有今天 - 真是有趣 - 真是有趣 - 臉死在你 - 呵 - 這傢...這傢伙 - 嗯? - 呃...這個你是... - 呵呵...這個... - 呵呵...這個效應怎麼了 - 聽說南光老師身體不太舒服的樣子 - 所以過來看看 - 哦... - 欸呀,現在有你這樣關心老師的學生啊 - 已經很少見了 - 呵呵... - 欸不過現在可是上課時間喔 - 這是...四船槍啊 - 是四船槍啊 - 四船槍啊各位同學 - 為什麼效應是四船槍 - 啊...本來就是南光老師的課 - 現在改為自習了 - 所以我才能過來看看 - 哦...這樣啊 - 啊...那也好啊 - 我正好有事要辦 - 欸... - 他的身體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了 - 應該馬上就可以醒來 - 應該馬上就可以醒來 - 哦...這個醒來之後啊 - 你和他說一下 - 校長找他有事 - 要他醒來後去他校長的辦公室 - 要記得去校長的辦公室哈 - 好啦...嘿 - 好的...老師走好 - 好的...老師走好 - 笑著目送校衣離開後 - 我便開始仔細地觀察起 - 醫護室的每一個角落 - 從大陸這間房子的第一刻起 - 我就擺到一陣異樣 - 而這些異樣的中心點 - 則來自校衣室內唯一被拉上蓮子的床A - 空氣的流動...有些怪異... - 是...是咒毒嗎 - 躺在那裡的應該是南宮老師吧 - 咒毒的感覺很穩 - 不 應該說是在慢慢剪蛋 - 用睡眠消除受到的詛咒嗎 - 南宮老師...落慶了 - 為了解開心中的疑慮 - 我拉開了格擋著床衛的蓮子 - 雖然想動有點大 - 但應該不會驚動 - 正在調理中的南宮老師 - 而且...有陽光才能更好的調理體內咒毒啊 - 為什麼拉上蓮子還遮蔽陽光呢 - 喔喔喔...是帥哥耶 - 喔好帥好帥 - 因為眼簾的是南宮老師毫無方便的碎眼 - 這樣安靜而平穩的他 - 讓我再次想起了那個人 - 究竟...為什麼要讓我來找他呢 - 唉...現在不是講這個的時候 - 半正式要緊 - 為了搖了搖頭 - 將體內的雜念消除 - 我覺得有點累耶 - 我...我會不准台灣槍吼了 - 為了證明自己之前的想法 - 我將手伸向的南宮老師 - 想要稍作試探一下 - 喔喔... - 啊... - 啊... - 啊... - 南宮老師... - 你醒啦 - 我...我沒有... - 我沒有想要對你做什麼奇怪的事情喔 - 喔... - 做賊心虛先自己承認一下 - 你是... - 我是你前世的情人 - 啊...我是班裡的學生 - 因為聽說你身體似乎不太舒服 - 就過來看看 - 咳咳咳... - 善雅口水注意 - 我唷...我很注意啊 - 我一直都很注意啊 - 咳咳咳... - 明明昨天才做過那麼大膽的告白 - 今天就被忘得乾淨了 - 心情真是微妙 - 剛才... - 要對我做什麼 - 我... - 我... - 我那個... - 我只是想要幫你... - 呃... - 拉被子而已啊 - 啊對我只是要拉被子 - 那個... - 我在想南宮老師是不是在發高燒 - 所以就想試試你的額頭 - 對啦對啦就是這樣子 - 沒錯沒錯 - 呃... - 南宮老師 - 你要沒事的話 - 那我就回去了 - 快拉住我 - 快點拉住我 - 我要CG - 拉住我手的CG - 不知道為什麼空氣微妙的有些沉重 - 在南宮老師過於平靜的注視下 - 我忍不住打破的沉默 - 啊... - 找我做什麼 - 大家有沒有剛剛聽到那一聲... - 呃... - 你知道上下帶著耳機那一聲 - 有多麼的誘惑 - 呵呵呵... - 耳機擋萬歲 - 啊什麼 - 目的 - 好慵懶的聲音啊 - 這個我可以 - 啊... - 啊... - 好吧好吧我投降 - 雖然感覺老師你呆呆的 - 但意外的不好騙啊 - 啊... - 故意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 - 但南宮老師的表情依舊沒有變化 - 我都快要懷疑他是不是患有面談症了 - 呵呵... - 難道說我沒有講笑話的天賦 - 啊... - 啊... - 好吧... - 那我打開天窗說亮話 - 南宮老師 - 不... - 南宮峰 - 你到底是什麼人物 - 同類而已 - 啊... - 這... - 同類而已 - 好...好值得揣摩的一句話喔是不是 - 同類 - 畫家雖以傀儡師本名 - 但本質上還是除零食 - 喔... - 天啊... - 南宮老師的配音真的是... - 喔... - 耳機真的超舒服的 - 各位同學沒有了耳機的趕快戴上 - 南宮老師的配音真的超讚的 - 嗯... - 是這樣沒錯 - 畫家原本也只是除零食而已 - 現在是有部分除零食的家系存活於世 - 但是南宮家... - 我還真沒聽說過呢 - 不只是沒有聽說過 - 而且她身上的力量也是我至今見過的處零食中最強的 - 之前也沒有發現她的身份 - 家系早已終結 - 我只是特殊存在 - 你是說你們家系早就沒有能力 - 而你是特殊的存在嗎 - 啊...抱歉...我沒別的意思 - 和我的境遇從某些方面來說有些類似呢 - 難道這和一夜的約定有什麼聯繫嗎 - 一夜...快點快點有沒有反應 - 一夜啊就是讓我來找你的一夜啊 - 啊...就是那個十年前和我約定讓我來見你的那個人 - 和你很像呢...你認識那個人嗎 - 不清楚 - 蛤... - 不是確定也不是否定是什麼意思 - 也是...我見到她的時候... - 啊...算了...還有個事情要問你 - 怎麼可以算了我聽到一半咧 - 唉...好吧好吧好吧 - 可能是很重要的事情 - 這個學校很奇怪 - 初次來的時候因為都是平日見慣的景象 - 所以我並沒有怎麼當回事 - 但是今天早上進校門的一瞬間 - 我明顯感覺不太對勁 - 上午我多管閒事稍微打聽了一些情報 - 根據我的推算 - 這個學校被什麼人用區域暗示給限制住了 - 而那個人... - 是我... - 是我... - 蛤... - 你說什麼... - 是你...為什麼是你... - 為什麼... - 而且...會這種絕技術法的你... - 竟然會中咒毒... - 我想不明白... - 對為什麼是你...為什麼... - 入夜之後危險... - 有些東西需要產出... - 嗯... - 昨晚大意了... - 呃... - 她的聲音真的... - 善雅覺得耳朵快懷孕了... - 這聲音實在是太棒了... - 哼... - 這個學校果然有趣... - 連你都對付不了的靈... - 今夜... - 我就來試試好了... - 姐姐要出馬了... - 很危險... - 你的能力... - 怎樣啦... - 我的能力怎樣啦... - 啊... - 你也發現了... - 不過我還沒有弱到需要擔心的地步... - 所謂... - 山人自有妙計... - 真的假的... - 女主角沒有問題吧... - 既然你醒來啦... - 那我也就回教室去囉... - 啊對了... - 剛才校醫說校長找你有事... - 那... - 再見囉... - 男工老師... - 我要的CG圖了... - 呵... - 呵... - 啊... - 課 Sil子 - 佩 тон - 對ей來... - 支持你玩吧...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